签证的第二批113万剂AZ疫苗 跟我国自购的62万剂AZ疫苗 将在今两天陆续抵台 指挥中心也表示 新到货的AZ疫苗 将会开放给第9类跟第10类 还有64岁以下的族群渴望施打 还说接下来如果年长者不想打AZ疫苗 也会开放给青壮年族群 加上外传鸿海永龄 台积电所购买入的1000万剂BNT疫苗 也将在8月底到手 疫苗总量算下来 可以达到1703万剂 到时候连40到44岁 都有机会在11月前接种 利拼国内疫苗涵盖率 各大接种占火力全开 陆续开放1至8类接种后 第9第10类也将启动预约 预估第1至10类 约有1492万人打疫苗 盘点目前国内的疫苗数量 已经到获的AZ196万多剂 和330万剂的莫德纳 7月7号国内自购的62万剂AZ疫苗 也将抵台 还有日本捐赠的113万剂AZ疫苗 立陶宛捐赠的2万剂AZ 加上指挥中心透露的BNT疫苗 外传红海永龄台积电所购买的1000万剂 也将在8月底到手 若这1000万剂能顺利抵台 疫苗总量可以达到1703万剂 不但第1到第10类全部都可以达到 连40岁到44岁都有机会在11月前接种 当然是希望我们来开放 因为当然尽早打完 大家会比较 不会那么担忧 怎么莫德纳都那些都来 尽快的让大家先打完D 今天就先让大家打完D 就是避免再爆发疫情的话 其实看起来从国外的经验当中 还是大部分6、7成的人有打过疫苗 而面对外来变种株 以色列卫生部最新研究指出 辉瑞BNT对于赫止Delta变种病毒株 感染保护力降至64% 但对于重症和住院保护力 仍高达93% 所以专家呼吁面对疫情 接种疫苗人具有一定保护效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说 这个疫苗虽然对于 新症的保护力会有点下降 但是对于重症跟死亡的保护力 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国内疫苗陆续到位 指挥中心加速开放接种对象 判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施打 提高疫苗 覆改率 届台北综合报道